来关心民进党党团总招柯建民指控国民党 借着公投之名介入了中二选区调查会选的状况 今天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招委 也就是国民党立委叶玉兰 他特别邀请了法务部长蔡清祥 还有调查局长等官员 最后一个这个专题报告 主题是司法不可双标 行政必须中立 这是一个选举公投政治侦办的争议 来进行专题报告 那与会的除了法务部长蔡清祥 另外还包含了廉政署长 以及检查总长 甚至包含了中选会主委等等 不过民进党立委党团总招柯建民相当不满 他说这一看就是为了中二选区 最近减掉他们在查会选而来 国民党是在公然施压调查中的个案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对着国民党立委 废红泰隔空呛瞎 最后他和司法委员会赵伟叶玉兰 双双离开委员会会场直接休息停摆 两边火气都很大 就是因为叶玉兰提出的司法会专案报告 要讨论的是司法不可双标 行政必须中立 选举公投政治争办争议 被民进党立委员总招柯建民痛批 根本就是违宣 直指召开这样的委员会就是为了要护航 专家 柯建民更提出大法官释字第五百八十五号 凡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受宪法保护者 非立法院所得以调查之范围 痛批国民党危险混乱 要求赵委叶玉兰悬崖勒马赶快散会 否则对想帮的严宽恒非但不会有帮助 还可能扯他后腿 司法委员会也因为主席离席迟迟无法继续 请出的法务部长调查局长就这么干 坐在现场等时间让着司法委员会 炎然成了一场闹剧